谈谈耶和华、耶稣、基督与忠报的关系,这个我其实已经讲过,耶和华,旧约里面耶和华就是上帝嘛,是吧,虽然他不太清楚到底只圣父还是圣子、圣灵,因为旧约里面这方面启示不够充分,三个位格之间的区分不够清顺,所以统称神的时候都是指耶和华, 但是奇妙的是,新约圣经特别是七十字译本,七十字译本是新约希腊文圣经,把旧约希伯来文圣经翻译成新约希腊文的时候翻译的这些犹太人们,他们把耶和华这个词翻译成是主,Kelios,而这种Kelios,新约里面的耶和华的概念却用在耶稣的身上,称耶稣为主,虽然Kelios这个词一般性用于也像尊称, 先生,主,我的主啊,这个不是神的意思啊,但是用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,更多的时候,很多的时候是主,称他为我的主,我的神,多嘛,所以耶和华这种神性的名称就用在道成肉身的耶稣身上,意思就是承认耶稣的神性啊,那耶稣是道成肉身之后,人要,你要取名给他叫耶稣,那个童女怀孕生子, 道成了肉身,那位你要生的是神的灵,神的大能要阴辟你,你所要生的那位是圣者,那位道,那位圣子,取了人性出来,作为人的名字,在拿撒勒出生的那个人,的名字叫耶稣,意思是,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整,救出来,耶和华是救主的意思啊, 所以这个人,耶稣道成了肉身那个人的名字叫耶稣,基督是他的职份啊,他道成肉身来要做基督,做君王,做先知,做祭祀,做忠宝,做拯救者,基督是他的职称,所以耶稣基督嘛,那位耶稣就是基督,就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要来拯救我们的,王,先知,祭祀,他的关系不用解释了吧, 耶稣就是耶和华,当单独讲耶稣的神性的时候,耶和华可以指三一上帝的这个名称,单独某个位格的时候,都可以用这个名字啊,父耶和华,子耶和华,灵耶和华,他们都是神嘛,神的名字,道成肉身的位耶稣,他就是基督,他是耶和华,他是神嘛,他来担负忠宝,在神和人之间,要做救主,要做代言人,要做, 合适了,要做祭祀,君王先知,成就救赎的那位中宝,所以基督和中宝,基督的这个职份,祭祀,君王先知来做,就是要做中宝,中宝的工作是,两者,两造之间嘛,所以这位道成肉身的这位耶稣,道成肉身的那位道成为肉身那个时候的名字,叫做耶稣, 基督,然后他就是神所高利的基督,他要担负神人之间的中宝,而他就是耶和华,上帝,当然你提到耶和华的时候,不要狭隘的讲,他就是父啊,那就成异端了啊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